在过去的几周里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上遭受了不利局面 普京在国内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 请看本台青红军报道 一些西方官员表示担忧 认为普京越是感到走投无路 就越有可能转向非常规武器 比如战术核武器 这种武器可以在相对较短的距离内发射 而战略核武器则可以发射更远的距离 战术核武器与战略核武器不同 战略核武器一旦发射 可以跨越洲际毁灭一个或数个大都市 而战术核武器当量较小 设计用于短程近距的狭小范围 拜登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 60分钟采访时表示 使用这种武器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尽管普京遭遇了挫折 在乌克兰损失了数万名俄罗斯士兵 但没有表现出改变录像的迹象 周五他威胁要升级战争 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一次地区峰会上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普京声称 乌克兰正试图在俄罗斯境内实施恐怖行为 破坏我们的民用基础设施 乌克兰偶尔会袭击俄罗斯边境地区的燃料和军事目标 但否认以民用基础设施为目标 普京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 对不起 明年期判施 復 三 好